陳虎 在本季來說的話 目前的戰績是 一勝兩敗 自責分率5.03 雖然說是被排在先發的位置出賽 不過呢 上週 對教育團來講 現在最重要的是 找到一個制度 都有很平穩的安打率 但今年開始道歉來講 你走了有點 這場比賽之前 張正維的打擊率已經是 回升到了兩成七七 看過往現在 兩好三壞的滿球數 我覺得這些投手差不多 差不多要差不多二十二 打擊輪到林哲軒 目前連續七場比賽 有上壘 有上壘 有全力打的演出 一好球之後 滿大的投球壓力 從位置來看 有點跑到 比較接近本壘板 中間近壘的位置 林哲軒 我覺得他這兩天 好像拉回來左半邊的球 其實都打得滿不錯的 不然是 出現安打 四個打輸都掛蛋了 不過今天 第一三發全壘打 打點的部分 則是來到二十一分 這麼大 才會拿下一些打擊獎項 你看一系列 兩壞 很多球員可能小時候開始看 Youtube也好 會不陌生 整個過去來自新北市 青棒的靜女 其實也是福邦漢獎 唯一位全情的球員 夠休息的時間 也就是說我覺得手感 目前為止六發的全壘打 也是福邦團隊最多 不過這機會回到壘包 沒有辦法 這顆球真的 想要用喘 也不可能喘 這麼快跟這麼準 這顆球可惜 打是打得很好 但從結果來看 有點吵 正吵一連手的正面 對 黃正平在完成接球之後 跟林哲軒比速度 完全讓神拳 手臂幫忙 現在陳虎也有機會 安全下樁 這一局就看有沒有辦法 在陳筆傑 這個棒子把它結束 一些變化 我現在把它擺在二軍去 兩號一成虎的手裡 跑到分數 一局打完 雙方0比0 保持平手 調整 那用球數的部分 會有些限制在 你算是在關鍵的一個球種來講 真的是長大的 就用一個滑球算是要對手 然後反而是被擺在第六棒的位置 一號兩壞的情況下 二壘方向的滾地球 吳東榮接到之後 就算 一接替高國會的位置 一號兩壞 這顆變化球 現在這個變化球 那個幅度掉的並不是很明顯 攻擊到下一顆的直球 但是兩大要角 我覺得 或許還蠻適合現在的中心 讓這些選手可以接手調整的方式 我覺得是比較重要的 這顆變化前面兩局的比賽 打完中心跟富方0比0保持平手 看這樣的交手 所以剛剛在場面是要繼續為了投球做準備 然後我說兩局應該也算夠了 如果是要接替現在差不多也要開始亂 我想鄭齊宏剛剛應該 一輪上來只是帶給城府一些壓力 兩壞球就出棒了這一棒 位置已經並不是投得很差了 快點好像有點在等他進 滿典型的花式安檔 上面也差不多 使用球棒的能力 你想如果是你有長期關注的話 有一點可以啃 也不要說高中 他們說國小國中 我都有點限制他們 用球速 這一棒打擊出去游擊方向 黃森偉先拋給吳東榮 轉傳一壘沒有 比較長的投球局數 誰可以看到 黃森偉先拋給了 黃森偉先拋給了